来 是ROBLOS 反正呢最近呢我看到了ROBLOS出了一个 这个可以面部追踪就是 他可以把你现在的面部 追踪到这个 让ROBLOS输掉里面的人物上面 然后呢我先说他的优点就是 以往我做这个动画呢 我要对嘴就很麻烦 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做一个 那个动画人物说 说一句话好像是 够了 不要再打飞机了 以前呢我要一针一针慢慢调嘴巴的位置 然后现在呢就不需要了 因为他会追踪他这种各种嘴型也有 像什么 阿 阿 伊 欧 乌 语 诶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如果以后还要做动画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就节省很大的时间啦 然后他的缺点呢 我觉得就是 他那个舌头啊 诶诶诶 就是你的舌头伸出来之后嘛 他那个舌头还是在里面不知道要干什么 然后啊他不只是 就是 这个可以 就是这种比较3D立体的人物可以 他这种人也是可以的 这ManFest还有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可以弄到的 然后 哇 其实有点怪懒啊我感觉 OK 我现在教你们要怎样弄那个面部追踪 然后呢 这些步骤是免费的 是不需要Loblox的 好 首先呢 你去到Roblox Studio 你选这个Home 然后你选这个工具箱Toothbox 然后你需要Plugin这边 之后你就打Collector Insert 我是推荐这个啦 就是这个灰色黄色蓝色 那个Collector Insert你就选 然后你就打上你想要导入的人的名字 我打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选R15 R15的意思就是他有15个可以动的地方 然后如果R6的话就是6个可以动的地方罢了 之后呢 你就去到这个Avatar这边 然后选Animation Editor 之后你选这个Wave 然后选Explorer 那你就点开来 所以你刚才导入了这个人 那你选择Head就是头这边 选这个Face Control 之后呢 你再点回这个Animation Editor 就Create 这边呢 就有一个按钮是Face Capture 它就可以内部追踪了 就是这样啦 拜拜